我们对于这几个案子我们一定会上诉 基本上是这样 在中广的这一个案子 法院对于党产会历年调查所得的这一些关于事实的还原 法院并没有驳斥 法院也承认党产会这几年调查的事实的真实性 而党产会的见解在法院看来 法院认为党产会见解不对的地方在于说 法院认定中广是在卖给荣利的时候脱离国民党的实质控制 但是党产会这边认为因为卖给荣利的这个时候 事实上还没有脱离国民党的实质控制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于建青先生一再强调 他只有买中市而没有买中广 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那所以换句话说 法院判决党产会败诉是因为在时间点上的认定不一样 法院并没有否定中广作为国民党附水组织的这一个事实 那只是时间点上的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会与律师商量之后 我们会提起上市 那是因为我们要来说的 也会认为我们都不会有依旧的 我们要买清水